跟着德烟混三天乐九顿 跟着德烟跑小命都难保 大家好我是干啥啥不行 吃饭第一名的大班儿姐 爱德斯塔福德格 前英国陆军上位 大家好更喜欢教他爱恶德败火德德烟 第一呢因为曾经穿越整条亚马俊河 实力非常强 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突更强 他打算挑战在热带荒岛上 独自求生六十一天 哎呀班儿姐听着就觉得比博然啊 班儿姐知道你们最关心的 就是马赛克军去哪了 这次挑战德烟回归初心 重新邀请了马赛克军回来 掌声欢迎 除了卫星电话 GPS机就包外 啥都为了 甚至连头发都没有 嘿嘿 这才是班儿姐认识的德烟吧 真不错 德烟为了这次挑战 准备了足足九个月 特烟去找美女医生检查身体 他表示德烟一切数值得很好 就是心跳有点快的呢 诶 德烟你这不得劲啊 低红引擎都启动了 德烟听到这儿 哎 只能尴尬 又不是礼貌地笑了笑 哼 鬼人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德烟除了全身检查外 采取了环游世界 锻炼身体的求生技巧 学会了不少当地的看家本领 看到这儿 而且才知道 原来败火德是这样也成的呀 啊 好了好了 从一开始的黄岛生活要开始了 别忘了点赞关注贝尔姐用 磨磨的 看到德烟这个样子 让贝尔姐挺不自禁的唱到 每个人的头上都有毛毛 而你没有 刚能脑的德烟 打算先看看周围有什么资源 他要在这里待上60天呢 那就得做到吃好喝好 德烟牌表示 人不吃东西可以活三个礼拜 但不喝水只能活三天 那不不不 乃是你才能这样挨饿 不然就我一天不吃就回身难受 现在最容易得到的水只烟 就是青椰子 这个椰子真是真的好喝 不然就我从小喝到蛋 德烟算是完全可以实现椰子自由啊 就连隐藏的海景房都被德烟找到了 这样看 嗯 德烟开局还是相当不错的呀 第二天 德烟起来继续探索荒岛 这海岸上的礁石上呢 倒是有不少的海螺 哎哎 德烟说好的三天饿酒顿呢 这才第二天就开始吃起来了呀 嗯 还不烤熟直接生吃 太鲁莽了吧 你就不怕德烟拉肚子套餐什么的呀 哦 别说了 赶紧去找水盐用 哎 这个位置都能获得水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导具足的节奏吗 哎 这水不能喝呀 德烟才不管这些了 一头扎进去 你们瞧瞧这头 就能完美的嵌入进去 吃水了吧 肯定是道具足弄的 喝到水的德烟都会感动到哭了 虽然水里有些杂质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嘛 就像雪碧一样 口气凉 心飞扬 现在德烟要去东海岸的物资补给站 更换电池和内存卡 顺便看看沿途有什么能用的 德烟很快就盯上了这些树 它们的树皮都能够当成绳子 而它想利用这些树皮做掉裙子 就成绵嘛 看起来就像个鸟巢一样 但是不妨碍德烟嘛 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拥有了草裙之后 这的幸运值提高了不少了 刚走几步路就发现了有不少的塑料瓶 用来装水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德烟成功到达了布局站 更换了电池和内存卡 同时他已经了解到了 这个岛上基本情况 目前水虽然不用担心 可是并没有稳定的肉肉来源呀 只能先把自己的海景房弄好点 收集叶子时发起了个小可爱 别看这个壁虎肉少 德烟肚子实在是太饿了 他在纠结着到底要不要生吃呢 嘴上说着生吃又危险 可是这个手都已经去头去尾了 一口咬下去 嘎嘣脆 味道并不咋地 但至少酸不吃肉啊 哎哟 这尾巴还在挑衅他呀 是个用事 德烟向来是以德宝月 马上送他去团聚了 凭这点肉是不能满足卡路里摄入的 气得德烟来了一发大胃天龙 第一处的叶子都已经被德烟撬完了 只好弄了个长端 第二向远处高处的叶子伸出了魔杖 顺便再收集点海螺回去吃 虽然叶子这儿配上海螺刚好下饭 但真的并不能填倒肚子啊 现在已经第三天了 得感觉到自己有点机会涂水了 一方面利用这些哈壳收集雨水 另一方面用绳子当红吸管 将水也流到塑料瓶里边 哦 看起来还是定不错的嘛 基本的煮水系统完成 可以进去探索一发了 幸运的是一定去就看到了有野山羊啊 所以支线任务就来了 抓只羊吃 当然前提是要有武器才行 而且不懂就问 哦 这个山羊也是道具组放好的吗 虽然还没有抓到羊 但是发现了一些木炭 臭美的德烟打算用这些木炭 清洁牙齿 限定化黑牙牙膏使用起来舒服 看着来 嗯 这牙膏效果不错嘛 嘿嘿嘿嘿 哎呦 无天啊 德烟过来检查抽水系统 没想到瓶子能够储存满满一罐水呢 当然就是蹲蹲蹲的合法起来 嘎嘎嘎嘎嘎嘎的小生就知道他有多满足了 他现在非常的想吃熟肉 所以这火必须生起来了 世界上生活的方法各种各样 而德烟最擅长的就是用工钱算摩擦生活 但是这个木炭并不怎么合适啊 这就让他瞬间当到了谷底 虽然德烟现在非常伤心 但是一直悲喜交加的样子 嗯 而且实在忍不住想笑 太可爱了 德烟还是非常想吃到熟肉的 所以他去尝试生活 屡价屡败 看来今晚有时注定没有火了 第六天 真的是浮霜至火不单行 除水的地方出现了问题 这水都流向了石壁上这一波水亏 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足够多的椰子 向这幅先撸树 利用这些树干将高处的椰子打下来 但是这些还是远远不能满足的嘛 德烟换了条胆红的成群 希望醒来都是一场梦 毕竟这火一直生不起来 工钱都撸断了好几次 又到了没完网易云的时间 他觉得自己非常失败 计划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啊 德烟稳住呀 别相信刀剧组会给力的 今那一天 德烟已经开始有点脱水了 现在只能去找足够多的椰子补充能量 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去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力气捅椰子了 一次次的失败 直接让他心态爆炸呀 再加上每天的吃生活 让他身体变得异常虚弱 他觉得这次挑战很有可能要失败了 瞧瞧德烟这虚弱的样子 真要被儿姐心疼 加油呀 被儿姐相信你呀 第九天了 德烟的状态并不好 在寻找水源的路途中发现了长山 回去的时候看到了伤羊路过的痕迹 看到德烟虚弱还想抢水喝 被儿姐只是想说 羊你路走窄的呀 这下巴德烟气得更虚弱了 为了接下来能够以得抱怨着羊 他决定打开气球包吃点维生素 第十一天了 德烟的病情已经好了不少 最重要的是幸运女神并没有放弃他 一场雨让他的贝壳装满了水 足足两公升的淡水 这下德烟终于露出了他的微笑 而且听到他咯咯咯咯的哮声 啊就暗泻了不少啊 正所谓人风启事精神爽 德烟在苏林中发现了芋头 这些食物足够让他饱餐一顿了 现在生活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他想到了一个举巧的方法啦 那就是将芋头切片让太阳晒干 诶 这个芋头 像不像你们选拥的病呀 嘿嘿嘿 当然啦 警告这些食物还是不够的呢 他利用水平制造了一个简单的陷阱 这边的鱼还是相当多的呀 只需静静等待他们进来就行 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 果然打捞到了不少 呃 原来这些并不是鱼 而是泥秀啊 要是有火就更加舒服了 现在 呃 只能当拉条一样 把它们都吃了 睡饱之后的德烟继续挑战生活 他找来不少木材不断的尝试 但是这效果嘛 都已经记13天了 德烟每天都在朝食生活 不知道这一次能够将火点燃起来吗 德烟加油 德烟加油 哦 这次终于弄出火星了 哎哟 离醒很久的败火德烟终于上线了 有火啦 有火啦 这下德烟终于可以吃熟了 好了 今天德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的日子它怎样 让自己过得更舒服呢 岛上的山羊又会将怎样出现呢 关注大伯姐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